而在捷安溪旁 德安六街的花东铁路地下道 由于原规台风的影响 临近了捷安溪水 一度水淹路面 在上午是进行了预警性的封闭 虽然中午过后 淹水推去也开放了民众行驶 不过因为淤泥堆积 其实民众发现一度紧急刹车 结果是摔车跌入了淤泥里头 花莲社工所表示 已经派清洁队前往处理 也请民众改道小心驾驶 临近捷安溪的德安六街 花东铁路地下道 由于原规台风影响 清晨与市将一旁的吉安溪水淹路面 在上午预警性封闭 虽然中午过后 淹水退去开放民众行驶 不过因为淤泥堆积 就有骑车民众骑到一半发现 想紧急刹车 结果连人带车跌入淤泥 花莲市工所表示 清洁队员已前往处理 清洁期间道路暂时封闭 不发现路面淹水或淤泥堆积 还请民众通知花莲市工所 也请民众小心行驶 另外花莲市美轮漆 也明显水微暴涨 部分溪畔步道距离溪水 仅剩不到10公分高 而花莲市北边外环道 印外环道里的抽水马达 遭雷及发生故障 也在12月上午进行南北双向封闭 舒服后即可正常运转抽水 还请用路人注意 也提醒民众切勿靠近溪畔 以免发生危险 继续讲帮业 花莲市报导 它的温暴涨 如果中处应该需要